请问一下方总 我就是 方总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是台湾来的媒体 这次来打听到这边 有一位和谐大王 你现在在忙是吗 对我正在北京出货 出货是吗 那这边是北京来的 对 你好 觉得怎么样 他这里和谐很好 很好 大不大 个头很大 个头大 价格又便宜 质量好 吃过吃过 吃过是吗 对对对 不亏是和谐大王 一来就看到你在出货 所以待会就要直接往北京 对往北京上 辛苦辛苦辛苦 方总 这次来我要从头到尾流程 整个好好给他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一个赞养场 我们还有苗总养的场 还有陈蟹养的场 待会我带你过去看 苗总也有做 对对对 陈蟹也有做 对对 这边是赞养的 对 赞养区 我知道赞养区 我们先讲 既然来到赞养区 赞养区就是 陈货 要出货之前 要先来到赞养区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不对 然后等到买家来买 所以发发发发发 送走送走 赞养区主要是要给 三年元要到这里检疫 看看何必要才对台 检疫 对韩出口 That's the point 对不对 对 检疫是非常重要的 果然是品质好 信用家 为了配合大陆当局 层层严格的检验关卡 更为了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让台湾相信一场的冰雪大闸蟹 咱们方总可是十分谨慎小心 就连出货的临时赞养场也不马虎 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问题 坏了自家招牌的口碑 不过凡是口说无凭 台湾直接现场看比较精准 来 我们来 我们都拍了 可以吗 来 可以 这是什么 来 其实我的手放在里面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有点危险性 很生怕那个医生 一个不小心熟的这个人 被人家被他给咬破了 好大 这个就是这边的 高粱 高粱 你说里面那个是高粱 它的食料 天然的植物 天然的植物给它吃一点高粱 吃高粱会不会醉 我们台湾高粱球 没有 没有开玩笑 吃高粱的你看到没有 可不可以抓一只给我看看 抓一只公的母的 公的 这随便这一只大概都有 这有几两啊 五六两 五六两 五六六七两 你看看 好 很凶猛的感觉耶 它为什么感觉上 比我之前看到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螃蟹啊 更动 更爱动 因为这是野生的吗 野生的啊 对 你野放的地方不在这 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区 在芦苇荡里吗 在芦苇荡里 对对 一滴 你看它活动力有多强 它 为什么它那个药物残留 基本上减少不了 一个是野生的 再一个是 如果它有小小的疾病 在零下 零下二十几度的冰璃 对 可能这个细菌也会冻死 细菌也冻死了 对 本身它生长环境是一个 非常非常艰苦的环境 对对对 所以它能够生存下来的话 应该来讲就是 身体非常潮重 要说这辽和冰雪大闸蟹 跟小强一样是一点也不为过 一个是打不死的蟑螂 一个则是越能越茁壮的大闸蟹 光想要挨过零下十几度低温的冰雪世界 在艰苦环境中奋斗求生存 就是需要这样旺盛的生命力 才能够造就出如此所向无敌的大闸蟹 这也难怪北方人会如此钟爱真厉害 这一个池池一个池池也是赞仰区的嘛 对 这向往国内市场 向往国内市场 这向往哪几个地方 北京 北京 沈阳 沈阳 大连 沈阳大连 也就是北部地区 对对对 还有我们盘景市场 盘景市场 对 你看看 你看看 往外爬 往外爬 这个现在在内地的行情好不好 很好 很好 还不错 这个大概差不多四两 对差不多 差不多四两 台湾至少五两起跳了 对 五两六两都是几A的 3A级的 对 这个呢明显比刚才在那边的笼子里面的呢 小这么一点点 小一点点 但它在内地 消内地的 有没有看到 你底下看看 你看看 那你这样一年 一年你光光内香要消多少量 嗯 这个大约 不要烦我 带我当地 连韩国你也 嗯 应该在三百顿 三百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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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多少斤 三百顿 六十万斤 六十万斤 三百顿 就是在这短短几个月 对 一年就做这个季节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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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月份开始到 八月开始慢 到两月份 到两月份 对 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大闸蟹的季节 对 是的 各位观众 我是第一人主播小帅马 现在要为您播报的是 2007年盘景第八届 蟹王争霸大赛 这是当地一年一度的大升会 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蟹王选手参加 为的就是要争夺蟹王的最高荣誉 但而今年的选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不难想象 待会的赛况肯定是非常的激烈 而这次备受瞩目的常胜军也在其中 现在呢就请特派记者小兰 为我们访问一下参赛者的心情 方总你今天来参赛带了几只螃蟹过来 十只 他参加了哪些项目呢 熊蟹 还有纸蟹 还有呢 群体还有单体 这十只蟹有没有信心获奖 有信心 今天对哪个哪个奖项最有信心 群体 群体最有信心 为什么呢 这三只有什么特别的吗 因为我养你蟹子多分 所以说集中起来 你可能那个势力就会强大 所以呢 看到方总信心满满 相信这次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 另外呢 现场也已经开始进行称重项目 记录重量后 在电脑里面建档 现场的民众呢 也都屏时以待 等待最后结果的揭角 不过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现场都有突发的状况 什么 听说是有选手退赛 请看我们更深入的报道 这怎么了 这个螃蟹 是他们那个 它有死掉了 死掉就不就得取消 它产生资格 你说它死掉了 它有死 有一只死掉了 死掉了呢 我们大会啊 中午会有那个 有要求 对 对 这就不能要了 这就不能要了 这个不用干扰咱们 郭队员的工作 一定要很新鲜的 才可以 对 要求鲜活 下一面 举行抽奖 对 完全不行了 不行了 他已经没有那个 没有活力了的 是的 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刚刚有一位谢王选手 取消参赛的资格 不过 还是不影响整个比赛 称动部分 也已经进行到了尾声 究竟这谢王争霸 最后是鹿死谁手 各位看官 成绩即将揭晓 好成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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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以後就是 第一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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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他主持人可以好好打 請公共也來主持一下 請公共也來主持一下 是的 2007年盤井第八屆 蟹王蟹后終於誕生 非常恭喜各組得獎選手 也期許沒得獎的選手們 明年再接再厲 最後呢 今年的蟹王爭霸大賽 圓滿成功 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咱們下回見 沒錯 今年南瓜三項大獎的最大贏家 甚至咱們的河蟹大王方總 纏連了五年的輝煌戰績 可不是普通人辦得到的 其中最令人好奇的是 到底他的野生蟹王 是怎麼培育成功的呢 既然這次有機會 能夠貼身採訪河蟹大王 當然是最直接的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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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到他最神秘的放養基地去 一探究界 這一邊開始就是你放養的地方 對 32,000畝 32,000畝 對 那等於是 爆彈蟹野生養殖基地 養殖基地 我這樣一望無際的都是你的地方 對 全部都是我的地方 一共有130萬畝 我這其中的一部 你真是很客氣 130萬畝當中的3萬多畝 對 3萬多畝 3萬多畝就已經很大了 對不對 那這個呢 這個一個棚一個棚是幹嘛 我剛剛的沿路經過的時候 還有看到一樣的 一共我們有56個看護點 這是其中的一個 所有的看護點是幹嘛 他螃蟹會生病 還是怎麼樣 野生的 然後他是等待神經的 對 那怎麼了 主要是防盜 防盜 防盜 所以工人在那邊 就要晚上住所在那邊 對 千萬不要有人偷路來跑啊 這個偷螃蟹 對不對 我說他是野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對 比如說這裡 船下不去 船下不去 人不能走進去 人不能走進去 你就不能投掉 不能投耳 對對對 因為這整個就是蘆尾了嘛 對啊 這裡是野生魚 很多 野生魚在這很多 對 這個魚 野生的魚 台灣應該是沒有的 台灣應該是沒有的 這魚啊 這個魚比較笨 這個狀態前打打蟹 所以他悄悄地過了以後 加入這個位置 用一個鉗子加到這個位置 他就跑不掉了 用另一個鉗子加到這個位置 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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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把它殘血掉了 就把它吃了 而且這裡的蝦也很多 蝦也很多 蝦 總而言之就是天然的 對 它天然是相當地多 這方總說 放羊的好處呢 是完全天然的野生飼料 再加上方圓百里 沒有任何一間化工廠 保證是105%染源 如此一來呢 生長在芦苇蕩裡的大雜蟹 每一個是頭好壯壯 品質絕對是一等一 土壯的啦 這野生天然的環境耶 來來來 小心小心 這一大片就是真的就芦苇蕩了 對啊 這裡就是3萬2千米 其中的一個腳 其中的一個腳 很小的一個腳 是是是 那現在工人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螃蟹撈起來是不是 對 它每三個小時要騎一次滑 那螃蟹怎麼知道說 要來這邊要進入這個籠子 對 這個螃蟹所謂 啥型動物 對 它每到收穫的季節 對 它都是維持在岸邊段 所以說我們根據它的生活形象 我們就要在它行走的路線下網 哦 OK 3萬2千米大約下應該有五百個 五百個 五百個 哇 哇 等一下 你這是怎麼回事 你怎麼又拿一袋巨無霸 我這一看就知道 哇 有大有中有小 來來來我現在隨手看到一個大的 我先把它抓起來 這個 這個還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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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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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個螃蟹 哇 力氣可大的 每一次往上來的時候大大有幾斤 三十幾 三十幾 一塊往三十幾 一個往三十幾 那你 你這邊五百多個網的話 我們算五百個好了 一個往三十幾 五百個的話 就五加一千五百斤 一千五百斤 三十三個小時 對 三個小時就一千五百斤 三個小時一千五百斤 就這麼大 從小就在完全野生的環境生長 因此造就冰雪大達蟹的外表 兇猛 強而有力的粗腿 茂身濃密的熔熬毛 好 都是橙蟹獨一無二的特徵 不過說起來 放養橙蟹還算輕鬆 照顧小蔻蟹 才是最繁瑣又費心的階段 不僅空氣有新鮮 水質要乾淨 還有很多 哩哩哩哩哩的美感要注意 但是呢 這些都不算什麼 最誇張的是 連他們的牲口大事也要包辦 幫手你拿個這個敲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也不是池塘 你在這邊要花什麼 現在我要向你介紹一下 這個死房的處理 你在這裡面就是有損害掉 死掉的螃蟹 要拿來這裡埋啊 對 你也太費工夫了吧 為了消費者負責 做一個比較道德的事 要把這個埋到這裡 就把它埋到這裡 所以你在你的讚養區旁邊 還要弄一個螃蟹的墳場 真的有耶 對 把螃蟹放在這裡面 放到這裡以後 明年 來可以放了 對 經過異動的冷凍 對 明年天氣暖暖了以後 它就腐蝕掉了 腐蝕掉了 這個像玉米 這個玉米 在這裡再為它 而且它是很好的食料 我終於了解你的用意了 除了是說螃蟹你別亂丟 對 之外呢螃蟹本身它 因為很多的這個有機肥 對 都是一些動物啊 或是一些什麼 它們腐爛掉了之後 產生了有機肥 對 相當好一個循環 所以這個玉米 也不用上什麼肥肉 也不用拔什麼藥 對 所以只有有機肥 而且不誇張啦 各位觀眾 我是真的站在萬蟹種上 雖然在採訪過程中 隱約有一股腐爛的腥味襲來 但是看到方種 對螃蟹如此盡心盡力的態度 讓小馬我呢 覺得惡臭也不再難聞了 有的呢只是對它的佩服 佩服呢是它為了 嚴格把關病菌的感染 每天不惜把10億公斤的死蟹 用來掩埋 再聰明的利用循環呢 栽種玉米 這麼用心良苦 難怪人家會成為大王 更相信呢 這份難得的心意 這螃蟹的在天之靈一定會保佑它 培育出更多更優良的大雜蟹 165米 165米 往地下砸 對 往地下砸 抽抽到這個池 抽到這個池 沉墊 要先抽到這個池沉墊 再用這個 先水上 再用這個 再用這個方埔抽水的 把它打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現在剛剛看到 這幾個池的 這個蘸養池裡面的水 它是活水 對 抽到水以後 這個水沒有下水以後 還會再排掉 對 排掉 你排掉的話 就是說廢水 還會再排到外面去就對了 對 你看 光光這個沉墊池裡面的花草 長得多漂亮 你看看 差一點 純水啊 這是地裡的 地裡的水 來 喝一下 咖啡了 甜 而且很冰涼 冰涼的感覺 秉優啊 這是來自地裡 165公尺水深的純水 真的讓人套新娘啊 不過說實在的 任誰也沒有想到 連水源都可以講究到這種程度 從最基本的小地方 大到外銷出口 方總呢 始終堅持第一品質 確保每個環節完美無物 相信呢 在大王這般細心的照顧之下 再加上舒適的環境 這裡出展的大大蟹 滋味肯定是不通翻牆 太開心了 為了解決我們方總呢 不能夠把後面那一隻大雜蟹 進口台灣的痛苦 所以呢 方總剛剛給我的一個盆子 而且各位工作人員 通通注意了 待會兒我喊123的時候 大家一舉進攻 池子裡面的大雜蟹 今天晚上能抓多少 吃多少 我們來個中秋節大雜蟹Party 吹了 一 等一下我先看他們在哪個方向 要抓大的喔 一 二 三 快點 快點 加油 加油 你看看你看看 這群夭食鬼頭胎的工作人員 一不拚了老命窮追猛抓的樣子 說好聽呢 是為了這些無福銷售的台灣同胞 一場大雜蟹的美味 其實還不是為了私心 想好好犒賞一下自己的武藏廟 不過這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這野生冰雪大雜蟹的魅力 實在是無人能擋 你這大雜蟹來了喔 我的天啊 等一下 幫手你做一下 你這次怎麼樣 人生啊 三十四年來啊 首次有看到這麼大一鍋 大雜蟹 今天就要你吃個夠 吃個夠是不是 我是代表兩千三百萬同胞 來這邊品嚐一下 好我先來給你 來來來來 切一下切一下 這有炸過的喔 你會把它綁起來 欸 為什麼這上面有字啊 故意中的客人來了 我們有準備嗎 所以說 這是你 可以文字嗎 可以文字的啊 可以文字啊 欸 這是我們那個世界的界 對 你該不會弄出來 還有世界第一等吧 肯定有 肯定有是 欸這個我覺得 比南方防偽標記還來厲害 防偽標記還有假的嘛 對不對 這個刻得起來 你看 在這個蟹殼上面居然有字耶 我的天啊 太厲害了 來找找看 找找看 提醒 各位 各位 這 是 界 一 一 一 難 他這邊呢 上面有好比說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旭海大雜蟹 中秋節快樂 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可以刻這個 心想事成 對不對 只要是任何你覺得想送人的時候 你可以刻上名字 對 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我們就可以滿足你 說到這位方總 果然是很有生意頭腦 竟然想到這招 卸背刻字 不僅呢 送禮自用兩箱儀 還可以免費為客人量身訂字 據說呢 店裡目前除了應景祝賀池之外 最火紅的 就是在蟹背上面刻 喜字 在喜宴上面 薄這隻喜氣洋洋洋 創意十足 好香啊 各位 忍不住啦 我就不顧我的吃相啦 你看這個 哇 又肥又大的大雜蟹 這個這個 那個腿不要掰 這個腿不要掰 好 那我現在掰的這個可以吃了 對可以吃 好 然後 鑽著這個 把肚子先取下來 拽著這個 對 拽著這一邊 把肚子給取下來 對 好 把蓋子揭開 肚子取下來 蓋子揭開 這是一個方法 對 感動的 你看這個 各位觀眾 真正 好不好 咱們 遼寧 盤井的 大雜蟹 河蟹之王 方總的 大雜蟹到底之味如何 我這個就直接來了 你再來 趕 趕就有了 我跟妳講 這個 算是我又再次認識的一次大雜蟹 很像 很像 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初戀情人的感覺 謝謝 真的 平常過堪稱天下第一的冰雪大雜蟹之後 我想我再也不會愛上其他的螃蟹 因為一生能遇上 如此令人魂牽夢影的人間幾品 已經算是三生有幸了 哈哈哈哈 世界定定